胡錦濤幫了一個毛 也就是胡錦濤跟習近平 聯合對抗江澤民的那個勢力 對抗那個串黨陰謀 對 串黨陰謀 最大最大一宗陰謀 就是在這個2012年的319 那一個晚上 我們那時候315 315這個薄熙來下台之後 318的這個令計畫 令計畫兒子車禍之後 319 北京那天晚上 整個市區 尤其在深夜時分 這個啪啪啪啪 槍聲大作 大家想說那一天到底是 發生了什麼事情 坦克都開到街上了 那原來就是319的一個政變 那就是周永康的武警部隊 率軍在對抗胡錦濤的 38集團軍 所以你說這樣的一個武裝政變 等於說包圍新華門 已經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承認了 沒錯 那一天到底是怎麼樣 因為周永康調動他旗下 能夠掌控武警的這些部隊 往哪裡集結 他們說號稱我們要往 這個新華門 往天安門集結 而且包圍了這個中南海